大家好,我們今天讓大家來分享這個題目 發生生病的藥物與非藥物的治療 那我是陳大祖志祺師姐,從醫療部 那就像我大方所寫 我們今天大概會分享說 發生生病大概有什麼診斷 有什麼症狀有診斷的 那另外藥物治療有哪些選擇 那我該吃什麼藥呢 最後說我們除了藥物以外 還有什麼我們可以做很改善的藥 那其實我們知道發生生病其實不算少見 我們所知道的不少名人裡面 肯定是有發生生病 大家如果看大家都應該 這個年紀應該都有看過 阿里全王在1996年 亞特蘭大奧運點聖火的內幕 他拿著火炬要點之前 手還是抖抖抖抖抖 那是他手要下去點的時候 伸出去點的時候 這個抖就比較少了 所以這也是發生生的一個特色 他在休息的時候 不動作的時候抖得特別厲害 然後一旦他去做動作的時候 他抖就會稍微比較消失 或是改善這樣 好這是給大家一個前言 那發生生病 他是一個神經退化性的疾病 從發病開始症狀會逐漸越明顯 那通常大概七年左右 七年左右病患的症狀越來越明顯 他會變重到必須要做輪移的程度 從一開始一邊的抖兩邊抖 然後姿勢開始慢慢維持 需要用助行器走 到最後必須做輪移 這是絕大多數病的循環 但是我們有一個患者 我們有說病有 林先生他已經發病十年 在我們症狀中 發病十年之內 他規律服藥 但是他每天 他的生活作息都是治理的 每天早上去游泳 下午打球 然後時不時就會出國去游餐玩水 已經發病十年 看維持這麼好 他是怎麼保養 其實這不常見 但是我一直跟病人鼓勵說 一些新人跟病人鼓勵說 我們其實可以做得到 我們可以努力看看 那我們來看看怎麼努力這個部分 發病症病不少見 所以我們大概知道一下 多不少見 我們將來面臨到怎麼樣的問題 我們到底要多重視它 這是2011年 就是台灣醫療法治療統計結果 隨著年紀的增加 65歲以上 大概就有百分之1到2左右的人口 患有發病症病 隨著年紀增加 台灣在巴黎症病比例的越來越增加 這是21年的資料 隨著我們一些人口統計 我知道說 我們台灣已經到了高齡 以前是高齡社會 不是高齡化 高齡社會 接下來高齡人口越來越多 我相信巴黎症病 比例的患者越來越多 這些患者需要我們這些 青少年人口來照顧 所以其實是未來社會 或是青少年人口 面臨一個很大的負擔 所以我們要怎麼辦呢 第一個我們要提早診斷 盡早診斷盡早治療 怎麼提早診斷呢 我們要先知道 巴黎症病到底有哪一些症狀 其實我有時候會說 巴黎症病它是在診間就可以診斷 為什麼 我們看外觀大概就有十至八九 就可以去看像是巴黎症的表現 第一個 他表情會非常的怒然 表情 對 就是表情比較少 就像戴個面具而已 跟你講話講到好笑的 不生氣的 他表情都是同一個表情 不太有表情的變化 另外你看整體肢體僵硬 手腳都非常僵硬 甚至他會說 手腳因為僵硬到痠痛 是有可能的 走路小睡部 有時候可能 越走越往前 越快 甚至到跌倒 那因為 他整個身體 因為降陰的關係 會往前去 走路的時候 一般人走路 手都會這樣 自由的擺動 那發病的病人 你就注意到他手 都會貼在身體旁邊 都會在那邊擺動 這是一個特徵 另外手站斗 也是可以注意到的 那因為 比較嚴重的時候 然後到整個肢體反射的行程 因為我們一般人在跌倒之前 我們會 試著去做平衡 那因為發生病人病人 他已經失去這個平衡能力 所以他很容易 因為轉彎 過個門檻 正經過文 就很容易 所以就是 有這些症狀 有這些表現 大家注意 可能 是不是真的有發生 那帶來診間之後 我們醫師是 根據什麼來做診斷 教科書上 或是我們現在 醫學上 就常用了 應該是 目前通用 就是用這些診斷標準 第一個 臨床症狀一定要有 核心症狀有哪些呢 不是主戰 我剛剛也講 那動作遲緩 或動作減少 動作慢 可能大家容易看得出來 如果大家 吃個半 平常可能吃個半小時 那可能吃到50分鐘 他們吃完 同一個餐桌 家人都吃完 結果他還在吃 因為洗澡平常 花20分鐘 結果花了40分鐘 才洗完 這個是動作吃法 都可以注意到的 動作減少 就常看到說 比如說在診間 病人進來的時候 一般人進來之後 就是 座位會稍微調整一下 屁股扭一下 讓他坐得比較舒服 因為花天生病人 竟然坐著 就不會動 他就不會去調整 他動作 變得非常的少 一方面原因 是肢體僵硬 這下面就是 做一些理學檢查 知道 肢體僵硬 駝背 或是肢似反射協調 冰凍症狀 特別提出來講說 我們看花天生病人 他走路的時候 我們測試他走路 走一段路 有時候走到一段 停住了 好像被冰凍一樣 過了幾秒鐘 又開始啟動 可以開始走 這都是花天生的核心症狀 有以上的症狀 越多就越像是花天生病 臨床醫師就越有把握 可以下這診斷 為什麼會有這些症狀 目前的學理是說 花天生病 是因為我們腦中 神經傳統 多巴胺的缺乏 多巴胺是要傳遞訊息 神經跟神經之間 我們要傳訊息下去 就是傳球下去 正常人 這個神經要傳到下一個神經 足夠的球傳下去 下面的神經才知道 會把東西再傳下去 那花天生病的病人 多巴胺缺乏 多巴胺缺乏 所以他這個球比較長 所以他傳下去的訊息比較長 所以他動作就變少 動作就變慢 所以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的 八千生病態原因 就是多巴胺缺乏 那這個要怎麼檢查 其實是臨床有 醫師會看情況 看需求 會安排 這樣子的掃描 有一個多巴胺的掃描 那像我們看正常人 多巴胺多巴胺在肌體上這個部分 我們打壓進去之後 可以看到是多巴胺系統 是很均勻的 而且對稱的血液 這是正常人 那發肌症病人 通常有單側開始發肌 所以他單側的多巴胺系統 這邊的血液 就變得比較薄弱 所以有一半跟另外一半比較起來 很明顯一下 就正常跟發肌症病人比較 那其實我們不會 我們臨床上不會靠這個來一下診斷 那在賽事特別強調就是說 我們就是看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臨床症狀 核心症狀 就可以下診斷 那醫師會再看臨床的表現 比如說病程 或是他藥物使用的情況 比如說有些人吃優異症的藥 吃睡眠藥 吃腸胃的藥 造成了巴金森 那臨床上有點難區分的時候 醫師會看情況安排這樣子的掃描 來確定是不是巴金森本身神經退化 還是說他是外來的因素 這樣 好 那我們大概知道症狀怎麼樣 那他的血液可能是怎麼樣 那我們就有相對應的藥物治療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前面這個神經 要傳球下去 下一個神經 下一個神經 我們球要夠多才傳下去 那根據這樣子呢 我們所以有開發了不少的藥物 第一個是左多巴 第二個是多巴胺 接受理促效機 三是大胺氧化鎂椅劑 這些東西都是要增加球 就是多巴胺 可以傳下去 傳到下一個神經上面去 左多巴胺 他像是直接把球 未求給這個神經 我給你多一點球 你直接丟下去 那第二個多巴胺 接受理促效機 他是直接 他不用靠球 他直接用東西來 刺激下面這個神經 你就趕快去工作 不用等上面有信息給你 不用等上面傳球 我直接叫你去工作 那這方面除了狗 我還有貼片的選擇 那球要傳下去 如果說球丟了 可能就會傳不下去 所以 我們也有一些藥物 當然也要他們一致進 就是今天剛剛 這方面的藥物 其實是幫助這個球 可以順利的傳下去 不要再落死掉這樣子 那除此之外 我們在其他的地方 我們有用其他的藥物 來幫助他做球 幫助他做球 來傳球下去 所以很多藥物的選擇 目的都是增加多巴胺 可以傳下去 還有在後面的神經的功能 怎麼維持下去 這樣 每個藥物都有每個藥物的特色 每個藥物都有每個藥物的副作用 在臨床上的選擇 是一個每天反診都會遇到的問題 大概稍微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我們最有效的要是佐多巴 佐多巴 它動作的改善是最有效的 另外兩個次之 我們用雷達圖來分析 就是說 第一個 我們希望說日常生活改善的程度 越高越好 動作改善越高越好 藥效穩定度越高越好 所以這個雷達圖的上半部 如果分數越高 我們真是越喜歡 下半部越少就是越好 下面比如說認知行為症狀的副作用 整體副作用 不是十歲的症狀 這也是佐多巴的藥物 常見的一些副作用 這些藥物的副作用越少越好 這個改善越多越好 希望上半部能夠得到幫助越高越好 你看這三個藥物分別起來像這個樣子 佐多巴 它對動作改善是最有效的 但是它一個最大問題是 它用久了之後 藥效穩定度會不好 那怎麼辦呢 我們另外一個藥物就是 多巴胺促效劑 多巴胺促效劑 它的動作改善程度沒那麼好 但是它的藥效穩定是 三個裡面最好的 但是呢 它的副作用也是最多的 那最後一個 大胺轉為醫治基 它效果動作改善的程度沒那麼好 它副作用沒那麼好 藥效穩定度也還好 所以我們會依據病人的症狀 或是說它的病患 症狀嚴重產出選擇 藥物比較適合它 另外就是說 因為多巴胺促效劑 它可以用的比較久 然後它的第二效穩定度比較好 所以我們有一些 比較年輕型的病人 我們會以這個為主 但是以這個為主要擔心說 它有在工作 也有一些死碎的症狀 比如說司機 比如說封閉工人 他爬上爬下 如果是這個要擔心說死碎 更容易發生公安 所以我們醫師會根據臨床症狀 根據病人的生活習慣 然後他們工作內容 工作性質 來選擇對患者最適合的用標 所以這個是如果真的有這個症狀 有這個狀況 來門診 醫師都可以花時間 好好跟你討論一下 好 這是藥物治療的部分 這三種藥物 對臨床 對症狀 的確都有改善的效果 所以到目前為止 都是主要的治療的主線 那我特別今天 其實想要在忙的時間 再講非藥物的治療 因為在門診很多 我們醫院都換去 吃藥之外 我還沒做什麼 其實很多可以去嘗試去做 就像我們林健森一樣 10年還可以維持這麼好 我想這部分是有關係的 第一個 飲食的理論 那多巴胺 應該說巴金森這個病 為什麼會有這些症狀 除了多巴胺減少 另外多巴胺為什麼會減少 現在目前知道是說 我們腦中的路易試體堆積太多 造成多巴胺神經不減少 就會產生症狀 那路易試體堆積怎麼來的呢 目前有個理論 只是理論而已 根據一些人體研究 動物的模型實驗 證實說 有一些狀況 比如說飲食習慣不良 或是一些腸道發炎 造成我們腸道裡面的好菌 它失衡 失去平衡 所以會產生過多的這種 腦中的路易試體在腸道裡面形成堆積 那因為腸道的好菌不夠 所以容易形成身體發炎 也會造成發炎影響到腦中路易試體堆積 那腸道的路易試體堆積 也會生著神經往上延伸到腦部裡面去 所以目前全球科學家和全球醫師都在努力 企圖去證實說 這個理論到底是真的對的 如果是對的 那針對這個去開發藥物 是不是就可以改善了 那不管這個我們在等 研究報告最後怎麼要再說 至少說我們知道腸道的健康 然後飲食的部分 其實是對發生生有某種產出的影響 那第一個是說我們要有好的腸道的健康 我們第一個想要是益生菌 那飲食方面可以補充一些優肉乳泡菜 乳酸飲料 味噌 發酵食品 這些都可以補充一些好菌 那除了好菌之外呢 我們可以增加一些益生菌 益生源就是可以促進益生菌的生長 比如說吃苦菜 山藥 洋蔥 韭菜 午飯 或一些除了是膳食纖維 這些都可以促進益生菌 腸道好菌的生長 那當然我們外在的不要再加進去 比如說我們減少吃些加工品 香腸 辣肉 烤或燒烤 是有大體育的 少吃對腸道健康有幫助 把健康好 那個好菌平衡 那我減少腸道發炎 就可以減少入肢體的堆積 這個是理論 那我們就可以在生活中 很簡單就可以去嘗試做做看 那特別要提到一個飲食均衡 可能現在大家的習慣 那時候大家越瘦越好 體重越輕越好 不要太胖 但是在發生病人 我們會特別 如果叫說 我們盡量不要太輕 為什麼 因為是隨著年紀 症狀會越厲害 病程越來越久 你肌肉本身就會流失 肌肉流失之後 你的肌肉力量減少 你的動作自然就會更不好 所以我們都會叫說 我們盡量維持 健康飲食 熱量計算 熱量不要吃太少 維持理想的體重 適當的體重 不要太輕 你保持肌肉量 你到晚年之後 你肌肉量夠的話 你還好 適時你的動作 你肌肉量越少 你可以做動作 當然就會相對的不夠 所以 益生菌 益生菌的攝取之外 均衡飲食 這也是在日常生活中 值得好好去改善 好 這是飲食習慣的方面 從剛剛理論 推論說 我們可以做這些的改善 那下一個呢 講到這種運動神經的問題 運動動作障礙 大家一定會想說 那運動和復健 有沒有什麼幫忙 當然會有幫忙 從大概十七二十年前 就一直有大規模 長時間的研究 在說這個運動或是復健 到底可以發現 這樣有沒有幫助 當然有 都有很明顯 助得幫忙 那問題是說 BNA常問說 我們要做什麼運動 最有效 他做多久才有效 那其實包羅萬象 你優雅運動也好 走路跑步 最近發表是說 走 只要你走跑步機 每天走三十分鐘 只要固定有去運動 去活動 其實就有幫忙 如果你能力還可以 做一些記憶的訓練 加強肌肉量 就跟剛剛前面講的 一樣 我們肌肉量夠 你之後退化的時候 才會貫錢 才會貫錢 你要退化 應該這麼說 那記憶訓練 也是有相當顯著的幫忙 那如果這些負荷太大 有些瑜伽 或是比較廣漫的運動 伸展運動 其實也都有幫忙 大概十年前 在美國新疑然大師 發表一篇 用太極拳 來治療巴金森 也是有一些明顯的改善 對於不態 不穩 或是平衡的障礙 都有明顯的改善 的功能 所以畢竟問我說 我要做什麼運動 我會跟他說 你選一個你適合的 你可以做 你可以維持做下去的運動 你喜歡的 你適合做的 只要每天上十分鐘 你持續三個月 九個月 大概就可以看得到成果 這是研究報告 那會這樣子建議 大家說 一定要保持活動 我們吃了要改善你的功能 你的走路 或是動作功能的話 下一個就是希望 你能夠在你這個動作 做好的時候 去嘗試一些 從事一些活動 保持活動的習慣 好 那另外一個 今天特別會提的是 音樂治療 這個可能 目前不是主流 但是也是值得大家 來分享給大家聽 第一個是說 我們研究 我看到說 發地森病人病人 在基底盒的部分 就是做發音系統 主要的位置 基底盒的部分 它的功能是下降 藍色是下降 功能下降 我們聽節奏 或是聽節奏明確的音樂 它可以誘發 或者說刺激活化 這個基底盒 這個紅色黃色是活化的意思 聽這些節奏或是音樂 可以讓這些活化去 很簡單的道理 我這邊功能下降 我這邊功能下降 我就來用這個來刺激它 的確 這個理論當然是行的 那這種音樂治療在國外 其實已經做了很多 那的確可以做到不少的 令人生活感 體質的改善 或者步態的改善 那音樂 除了說我們節奏音樂 可以直接刺激在裡面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附帶的功能 第一個是說 我們可以提高專注力 聽音樂過程中提高專注力 或者說聽音樂過程中的情緒穩定 心情舒緩 當然你這件事 叫你活動的功能 就會比較行 就是相繼可以改善它 那到八低聲比較晚期的時候 可能會冰發失智的 這個狀 那聽音樂可以讓你 會像其他相關的人數 可以對你的認知功能 多少有一些改善 最後一個動作行為 我們聽有節奏的音樂 其實不知不覺 就會身體稍微跟著搖擺一下 那其實這個節奏 這個搖擺 其實對肌體核 我所謂的耳多發音系統 其實都是一個正向刺激的功能 所以聽音樂治療學理上 有這些功能 的確是可以達到一些 改善的效果 那下面 這是一個國外的 一個報導 這來自ABC開得來 他的分享 那這是一個治療的過程 我們看一下這個影片 John as Parkinson's It's an insidious disease that attacks the parts of the brain 然後這個男生是有巴基尊病 所以他思想到他的生活 那他走路都會小碎步 那他走路不穩 那就是這樣子 停住 然後被病動 停住的症狀 對 對 這個實驗室 他們是做一些動作的分析 然後來分析之後 看音樂怎麼來促進 來改善他們的症狀 然後看這一段 只能沒有音樂的情況下 走路 用小碎步 腳就貼在地上這樣子畫畫畫畫 它是音樂進來 那音樂進來之後 病人的腳步可以隨著 跨得更大步 可以隨心所欲的 那就是跟著跳舞這樣 你剛剛走路都小碎步 那他跳舞的時候 就是腳步可以跨得更快 這當然是 就是一種復健的方式 或就是說 這種刺激 這種方式 可以讓病人在小生活 的感染 然後 然後他說 那音樂 不是只有刺激 精靈盒 他是可以透過其他的神經迴路 來帶動這個走路的公平 那就是剛剛那個John 另外一個Mac 他也是有發生生的症狀 你看 他懂得很厲害 但是在活動 在聽音樂 運動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 那這是一個動作障礙 肌膠力不全能病人 也是用音樂的方式 然後他可以 盡量的控制他們自己的肢體動作 那這裏就能源非常興奮 他說 這對病人的生活品質 都有打到很好的感情 後面這段是美人香的一小段影片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他只是說他跳tango 跳到一半 跳到一半 如果你踩錯了腳步 被扮住了怎麼辦 就tango up 繼續跳下去吧 If you tangle up 如果你被扮住了怎麼辦 就像我們林先生一樣 就繼續下去吧 就是tango up 他當然是一個隱喻 就是說我們生活生活 然後就遇到一些困難 那我們不要一直停住就放棄 其實我們還可以繼續努力 就像我們林先生一樣 發病十年了 得了半斤症 好像會罐阻 但是我們繼續努力下去吧 運動啊 游泳啊 甚至還是可以常常出去流山玩水 或者好像比我們還好的生活 這樣 所以這是可以 我常常拿這個 林先生的例子來鼓勵大家 好 最後做一個小總結 半斤症療 第一個要急早診斷 然後急早診斷之後 規矩服藥 聚恒飲食 保持運動的習慣 活動的習慣 不管什麼運動都好 最後如果我們可以有運動 音樂或舞蹈的介入 所以病人的生活秉持 或是舞蹈 動作功能 都有不同的改善 好 今天就到這邊請大家 好 謝謝